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四集 你有看完三題嗎 我最後沒有看 哎呀 你真是掃興 不不不不 就是這樣說 我之前也解釋過 科學人不是太喜歡看科幻 你記得說這件事 我串了橋 現在都沒有所謂 後來講到他們要接觸三體外星人 他們說四百年後才到達 但要主動接觸他 用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太空帆 不是一個 他是說爆了三百多個核爆 推進太空帆 一路去 還有太空帆是用甚麼做呢 就是Nano Fiber 因為一件事被人踢到很金 很爆 就是說這個Nano Fiber 我忘記是甚麼 Nano是甚麼 Nano是納米的 納米纖維 納米纖維 他用來割爆一艘船 即是他說要接觸外星人的地下型機制 就是一艘船 他用一個武器弄死他 就是用納米纖維 把整艘船拆開 已經被人罵了 已經被人罵很荒謬 抵鬧 接著他接觸外星人 他找了一個生癌症末期 將他雪藏 希望到時找一些外星人救他 怎樣去射這麼遠程的太空船 是用一個核爆形式 再加上一個用納米纖維做的 一個太陽帆 你覺得這個辦法怎樣 你一邊說我一邊忍住拳頭 我拳頭越來越硬 大家拍不到 即是這樣說 之前有人跟我提及 你只是說 你的訊號 他說400年後會來 你的訊號不用時間 你以為訊號馬上按鈕 訊號是以電磁波傳遞過來 一來一回800年就要 如果你的光年是 他們離繞400年 我不知道他們實際之間的距離 是多少光年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和你的距離是一光年 你給一個訊號過來 最快只能夠用光 用電磁波給我 你說完之後 一年後我才收到 我要回答你 另外一年 你要等兩年才收到 我不知道他們中間牽涉到多少光年 如果你不要讓我知道 原來中間牽涉到幾十幾百幾千光年 你起碼幾十年 其實一來一回 大家三體故事不用說 你只是中間就說 講股不要博股 你無端一時就說他們有限時間離 以及即使用核爆爆 你將它提到最盡提到光速 這些是不可以違反相對論的 你要知道 他就開始說 奧昌斯坦有賴是不適量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傳訊的訊號 是可以不需要時間 就穿破時空可以馬上去到 你就可能你需要一個有限的時間 即是一個長的時間 才由一度去到另一度 其實就算你給出來的訊號 都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 聯作者可能沒那麼留 是的 所以就算了 我不想看的原因就是我不想生氣 你的講股是不要博股的 但你要我看完 我又要多接受這件事 那我不如回到現實世界看完實世界 我叫你批判而已 總之我就不看了 其實我奉勸大家 其實應該有多少的物理學知識 或者科學知識 因為我聽過一個很韌耳 就是一個很著名的女歌手 John Bias 她唱的歌曲就是Diamond Rust 你別管你的歌曲說甚麼 她唱的歌曲是Diamond Rust 她以為歌詞中 她以為光年是一個時間 是一個時間 例如一年 她是用一年來走尾 那就沒辦法了 即是你讀文科的人 或者沒有科學訓練的人 其實真的不要用那麼多科學術語 因為真的會穿崩 或者你設計科學術語的人 又欺人憎 故意作到的術語是這樣就整股人 是的 我們今天講這個太陽飯 是的 太陽飯 即是星際旅行 其實是這樣 我記得科學新知頻道 講太陽飯 嘗試到隔離星系那一集 很多人聽 因為既很滿足到我們 既科幻 但原來我們想將這件事成為現實 你成為現實 首先你要承認你自己 現在的科技力量限制 但有些譬如說 你講三體小說裏 我覺得有些都是參考了 現實世界上 我們最新的知識寫下去的 太陽飯這個概念 為何有太陽飯這件事 其實我們試過 發覺也有效的 因為我們的太陽 是不停地射出這些 不停地向外噴東西 等於風 它不只是噴光 它亦會噴很多粒子 這些東西一直向外推 即是說太陽 我們可以打一個比喻 它有東西不停射出來 有光和粒子射出來 你可以說是有風 即是真的 你放一塊臉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打下來 有個風的概念 但那種感覺 當然跟地面上很不同 它的密度會低很多 但它每粒的能力都非常高 有人說我可不可以 將一隻好像風飯 一打開了一個飯 令到光和粒子打上去之後 就撞動了我的飯 令到我的飯一路越退越圓 跟風飯的原理是一模一樣 那飯應該又差不多是堅固 否則會打穿 首先就是有好飯 煩的位置是甚麼 你想堅固 你是不是要用重的東西 我又太重 你便推得很慢 所以我亦要用一個 有那麼輕 有那麼輕 所以它的聲音裏 就說它的Nano Fiber 即是很輕 但聽來很硬 所以你要想 有沒有世界上見到 又輕又堅固的東西 例如碳纖維 辣米材料 然後再加上 不止 有些基本物理常識 就會說 那個煩最好是反光的 還有有效地將打進去的粒子 反彈回頭 於是你可以將它的動量 吃到盡 令到你獲得的推進力更加強 這就是牛頓定律 說到給我們聽的東西 所以我記得在我們說 星際旅行時 我們就探討 有人在想 我們可否用我們現有的科技 製造一隻太陽飯 因為我們有一些很輕巧 而很堅固的物料 亦都可以做出來 再加上我們現在對於摺紙藝術的技術 做得越來越好 可以寫一塊細細的東西上去 然後一打開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面積 最初摺到很漂亮 完全是參考了日本的Origami 摺紙藝術 就將它變成一個 因為現在就算很多太空望遠鏡 的太陽能收集版 原來很多是很喜歡參考 日本的摺紙藝術 來設計它的太陽飯是怎樣打開的 但是人造衛星的太陽飯 它的功能不是推進的 就是用來收集太陽能 好 說回我們的太陽飯 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有這麼輕巧 有這麼輕巧 上面亦都要有些儀器 儀器幫我們攝影 幫我們發送信號 但是因為隨著我們的集成電腦技術 是越來越成熟 我們可以做一些很輕巧 但一個解像度很高的攝影機 以及一些很輕巧的通訊裝置 上面只是擺通訊裝置 以及擺一些攝錄的東西 以及擺少許的儀器 去探測一下當地的狀態 全部的東西要做到 用到最輕得那麼輕 然後我們的帆有這麼大 有這麼輕巧有這麼輕巧 有這麼堅固有這麼堅固 發射上去的時候 找東西帶一帶上去送去一程 然後就吃著太陽風 然後就一直飄飄飄飄 那人還說設計到 如果你能夠加速到光速的五分之一 你沒辦法 很難去到光速的了 你能夠加速到光速的五分之一 那你就有個希望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你去最近旁邊的太陽系 相差四個光年 如果你是光速就要走四年 如果你有光速的五分之一 那你就成條數了 四乘五就是二十年 快啊 二十年快 是的 於是乎 他用二十年去到那裡 又在那裡拍攝到東西 又射回信號六年 那個信號回來就四年 即是你有機會有希望 是四光年嗎 如果是四光年那麼遠的話 你發射信號回來 那個光就要走四年 所以你自己去到那裡用二十年 但在那裡拍攝到東西發射回來 就用四年給個信號回來 你會發覺你是用一個有生之年 你人類一兩代人有生之年 做一個這樣的太空總署 即是你二十歲做案的時候 如果你六十歲未死 都應該看得到 是的 你小時候用研究生的時候 你開始參與這個項目 可能到你退休前 你有機會去收割到成果 那一集我們其實就是講這個內容 當然現在就是美國的太空總署 其實其中有一個就是 他將這個提案做一些前期探索 看看可不可能發生 如果你真的想繼續探索下去的時候 你是需要更多其他資料 我覺得這星期講的發言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他講到我們有一個最新的研究 因為我們由我們的太陽系 去別人的太陽系 我們太陽系有太陽風 你猜別人的太陽系沒有太陽風 是不是 隔離其他太陽系 那些太陽更加厲害 其實在這個星期 我們未必有時間說了這麼多 我們是有一些天文 在我們比較近範圍的天文發言 有多少有趣的發言 我們曾經說過 最近我們的黑洞 大約距離我們1500光年 現在找到一個都很近的 有2000光年 但它的質量更加大 很難發現 就有33倍太陽質量 但這純粹在數字上 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而在我們旁邊 最近的其他太陽 就是四光年有一個 六光年有另一個 我們自己的太陽 相對是一個比較弱的太陽 人家的太陽更加厲害 也意味著 人家的太陽風更加厲害 所以你會想想 我們是透過我們的太陽飯 打算吃著我們自己的太陽的推進 將它推出去 令我們越來越容易 遠離我們的太陽系 但到我們去到差不多位置 我們會遭遇到其他太陽系的太陽風 理論上一定會有 因為我們很清楚 這些星上發生的物理過程是怎樣 現在我們終於有第一個發言 就是由X-MM的 X光的探測人做衛星 是第一次去探測到 我們附近其他太陽系 他們的太陽 給出來的太陽風究竟有多強 X-MMN 是的 這個很出名 它不停地幫我們在天空周圍 找X光訊號的一個很偉大 人造衛星儀器 另外這幅圖 就在說我們和太陽系之間的距離 是的 你隨著那個越來越遠 究竟去到哪裡 我們開始擺脫到我們太陽風的影響 原來就大約去到 當然一定要出到冥王星以外 所以我們說我們現在的航行者 即那個人造衛星 一直在遠離 它出了太陽系 我們技術上是出了 但現在那個叫泛太陽系的範圍 可以去到很大 我們出了這個古白帶 但是是否已經出到埃爾特雲 就是另一回事 一個較容易的太陽系 我們是離開了 但是一個更廣容易 整個叫做我們自己太陽影響的勢力範圍 都還未完全是 勉強可以叫做進入了 由一個太陽系 至另一個太陽系 中間的公海的位置 即是用我們人話來說 即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想探索未來 由一個太陽系 去另一個太陽系中間的可能性 其中一個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要考慮到 中間的太陽風的因素 我們不希望 給我們自己的太陽的引力干擾 於是讓我們出不到太陽系 所以我們要幫它推進之餘 給它足夠的能量 足夠的速度之餘 加太陽反 再推它快些 去到別人作客的地方的時候 別人的太陽就有它的引力拘捕你過來 但同時你亦要懂得收起那個煩 因為你亦會食住別人的太陽 給你的太陽風 所以你遇到過程中間 某個位置就要收起那個煩 然後你要懂得調教的角度 懂得去邁向另一個太陽系 那裏衝過去 所以這個過程大家這樣計算 剛才我說的數字 又很天真 即是說你以為中間 我們一直保持著一個均速不變的速度 就是五分一的光速 全程走 其實又不是 中間有速度的變化 你要遠離自己的太陽系 它就一直慢慢地去 速度衰減 你去到別人的太陽系的引力範圍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跌下去 慢慢加速 所以在這裏來說 整個過程中 就不是一個完全等速的狀態 但我們可以粗略地考慮所有引力效應 考慮所有太陽繁比出來的效應 我們大約計算了一個二十年的數值 Anyway 都是一個我們可以接觸的時間 不用等到四百年 我儘快補充多一件事 在這個發現裏 這個XMM裏面 它是透過一個甚麼方法 去找到我們首次量度到 我們太陽系以外 其他太陽系給出來的太陽風呢 原來我們知道 每一個太陽系裏面 它噴出來的除了是光子 亦都有很多這些輕的元素 譬如是電子 Alpha粒子 然後還有小部分的一些 可能重金屬的元素都在裏面 而這些重金屬的元素 或者一些可能輕一點的元素 去的原子核 遭遇到電子的時候 它會放回X光出來 所以就由X光儀器幫我們採集 我們透過搜索一下 了解一下我們自身太陽系 可以產生多少的X光 背景的X光 然後再比較一下 有多少X光 是由某一個特定方向特別多去過來 就可以去探知大約每一個 其他附近的太陽系 尾出來的X光 由他們的太陽風 產生副作用出來的X光 究竟有多強 現在很有趣 他比出來的數字 就是原來我們附近幾個太陽系 出來的太陽風 都比我們的太陽系 強六倍至十幾倍 因為人家的太陽更厲害 人家甚至乎多幾個太陽 所以他們出來的總體太陽風效應 比我們的太陽系強很多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我就說 這次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們第一次有一個數據分析 就在我們的太陽系範圍內 去了解一下其他太陽系 出來比出來的影響 我們第一次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評估 嗯 好 我們之後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講 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回訂閱鍵 那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就要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